今天啊 我们主要要说一些比较小众 或者说选择比较少的一些专业 但是这些专业呢 从市场就业到发展前景 都很好的一些专业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个 这几大专业都有哪些 因为之前啊 很多家长也会问我 建筑啊 什么这些专业什么时候 我们建筑是下个星期 因为建筑的内容也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呢 把这几个小众呢 先讲完 我们下周再详细的去说一说 建筑和建筑相关专业 有哪些内容 在开始之前啊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大概的艺术分类 因为之前我们讲了很多了 按照学校去讲 按照专业去讲 那么艺术分类到底有哪些 希望大家有些清楚 在我这个point上 列出来的大概有 四十三四个专业方向 其实还是有更多 只不过我们在这里面 没有再往下写那些 是特别特别小众 或者详细的东西 甚至有些指招研究生 所以我们在这里 把普遍性 我们会选择的专业呢 我大概给大家列了出来 从整个纯艺类 这个大类里来看的话 就是给大家履清一个思路 纯艺类里 大类里有这么多一个 专业的方向 其中纯艺术 绘画 这个比较 比较 类似这两个专业 fine art和painting 的卓影 然后呢 就是插画 它都算到这个大的范畴里边了 油画 板画 printing 这种啊 print making 这些都可以 然后雕塑 装置 陶艺 玻璃艺术 纤维 空间艺术 这几个是我们经常说的这几个 但这个空间艺术呢 常常我们又会划分到建筑类里边 所以这是我们 大概的纯艺类里会 涉猎到的这些专业方向 那么陶艺和玻璃艺术 原来都算到了工业设计范畴里 但是现在它的专业强度 和专业化的高度集中 我们把它单独分出专业 而且甚至很多学校是单独招生的啊 然后看我们后边的时尚 时装 时尚类的东西 时装 时尚 时尚类它会有珠宝 服装 这个珠宝 Juori Design 今天我们会讲啊 然后服装设计之前我们有说过 时尚管理 品牌 奢侈品管理 然后时尚买手 配饰 奢侈品和纺织 纺织品这一个行业呢 其实现在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专业方向 但是大部分学校呢 把它汇到了材料 Material啊 这样的专业里面去招生了 这是一大时尚类的 也是我们选择比较多的一大类 然后呢 就是视觉传达这个问题 视觉传达里边 我们大概 其实很多学校 包括中国的一所大美院呢 都会把整个的院系 叫视觉传达艺术学院 那世界传达艺术学院下面会分数 视觉平面设计专业 广告设计专业 它是一个大的学院 所以以前的美院相对简单 像我们读书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学院 只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美术学院 鲁迅美容学院 中央美容学院 然后下属 国画系 油画系 版画系 会这样去分 那现在呢 学校的专业种类也越来越详细 所以它会分几大系了 比如说绘画 学院或者说我们叫 艺术语言学院 它的名字都起的不太一样 然后再往里会分 油画版画国画教授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它叫视觉传达艺术学院 下面会说 视觉传达是以 平面设计系广告系 这样分的就特别特别细了 甚至交互设计都在这里边 那这里边呢 是建筑空间 建筑空间呢 它有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 景观 规划 展示空间和展示 它经常画到一个专业里边去 也就展示 Display这些都会有 展示设计 这一部分 现在来说 学生也比较火 我们会在下周 跟建筑系说的时候 一起来谈这个专业 OK 然后继续往下 就史论 很多人都不太喜欢 碰触史论这个专业 确实比较难学 但是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艺术史论 艺术策展和艺术管理 所以今天我们会在最后一项里 讲到这个艺术史论专业 我们是否考虑了范畴 OK 这是简单给大家整理了一遍思路 回顾了一下我们之前所有 讲过的一些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内容开始 就是这几大项 首饰设计 其实它的英文叫猪尔设计 但是我不太喜欢把它叫成 珠宝首饰设计 因为一旦把珠宝首饰设计 给它矿住以后呢 就感觉首饰设计 好像只有那种贵的 比较昂贵的材料 比如说珍珠 宝石 金银 这类东西去做这个设计 但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猪尔设计 不是这么一个范围 所以我把它常常就叫首饰设计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是我们 其实中国会有很好的传统的 这个陶艺设计 但很多人不太重视 这个陶艺设计这个专业 继续往下是玻璃艺术 最后一个是材料艺术 额外我会添加一个艺术史论 好 这几个戏呢 其实我们为什么放到一起来说呢 它非常小众 选择人群并不多 但它其实各自的就业和各自的艺术市场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很多学生呢 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它就只能会选择动画 插画 绘画 或者游戏 就自己常常接触到的 或者服装设计 我们能够直观看到的东西而已 但其实在额外以外 还有更多可选余地的专业方向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可能会是你的兴趣点 继续往下 我们从第一个首饰设计 我们开始说 首饰设计 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想 很直接嘛 我们自己佩戴的金银 珠宝 这些都是首饰 那么首饰设计 它在现在的市场 和现在的艺术院校里边 它有哪些不同 我们今天会在一些作品里 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因为首饰设计 和我今天讲的这些小众设计呢 学生申报的人不多 但是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所有申报的学生 我觉得没有考不上的学生 所以他基本上 对基础课的要求 要比其他专业要低 这个是事实啊 对基础课的要求要低一些 比如说 我们说要强烈力的素描 色彩这些功底 因为他们的针对的内容 是不同的 所以他对基础课要求 不会像其他的专业那么高 然后呢 他就是实操的 实际制作的能力要高一些 所以我们能够给大家看的图 我希望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 这一系列里边 基本上会找一些 比较不错的设计师的 艺术作品 给大家看 也是我们平时 上课的时候 经常会给大家 给孩子们看的一些内容 然后也是通过 学习这些比较一线的 著名的设计师的一些作品 来激发自己的感觉 来创作 而不是说 把老师会的 我会做什么样珠宝 你就跟我学吧 并不是这样啊 很多设计师都指着你学习 每个人的风格也不同 所以我们会经常给学生 看各类的艺术家 各个时期的当代的 现代的甚至有现今 正要做一些艺术展览 正在提升过程中的艺术家 会有潜质的艺术家 这些作品我们都会给孩子们 售出来 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 看一下这类作品 也拓宽一下大家对 这类专业的一个想法 好吧 那手势设计呢 我在这里边说 就是因为它其实对材料上 已经不局限在 这么几样东西了 一会看到的作品会发现 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呢 现在的手势也正在向这种 特殊性材料的研究去发展 因为有的时候 一个手势所传达的意义 并不是光只有是美 也有很多 比如说艺术家设计师的一些想法 佩戴者的一些心情变化 都包含在内 所以手势设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以提升服饰配饰为主了 它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向 要给大家去看 然后呢 继续看下面就是就业前景 就业前景在我经验来讲 大部分的手势设计毕业的学生呢 80%会自己创立个人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其实大家觉得 能到设计师的水平 创立个人工作室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手势设计它呢 非常突出个人想法 如果在一个珠宝手势公司就业的话 当然是还不错 但它会受到这种品牌公司 这种设计风格的影响非常重 所以它很难发挥出自己的创意想法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受到局限嘛 所以很多孩子不一定会喜欢 它最后呢 只要是自己能够形成一个 独特的设计风格的话 很多孩子会选择做个人的工作室 像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同学 他们是学珠宝手势的 那学手势设计 他就自己创立一个网站 用自己喜欢的一些材料 一些东西来设计出 非常有他个人风格的一些东西了 结果就被一些电视剧 电影里的演员所佩戴 但其实他的一个 个人品牌的创立过程中 通过影视剧来推自己的作品 是非常直接和快的手段 所以他直接这些演员 佩戴的手势以后 他的手势马上在网上就打消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说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以这个专业的学生 也会在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 都会去选择个人创造 一个个人工作室 独立设计师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啊 什么的 所以会比较好一些 能够充分的把自己的潜力 发挥出来 所以这是手势设计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看一下手势设计 会涉及到的学校 手势设计在加拿大来讲 学校真的很少 只有OCAT和Lawas Scotia 就是中文叫什么 Lawas Scotia College of Art 这两所学校会有这个专业 但这两个专业 其中OCAT呢 它又不是专门的手势设计专业 它是材料设计专业 材料设计里包含了 手势设计 还有纺织品设计 还有陶艺设计 OCAT的这个专业特点是 这三大专业合并成了一个 材料设计专业 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个学校 然后就是Lawas Scotia的这个 这个学校 它有专门的珠宝手势设计了 那其他院校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我们说美国的 罗德岛 加州 纽约 这些你可以看到 有些家长会问我 老师今天我们讲什么学校 就是说名校 我们会挑出这么几所奖 大家比较关注的 比如说我们讲过罗德岛 我们讲过PRED 我们也讲过 纽约视觉学院 也讲过FIT 服装类的和那个Persons 英国的论议这些 我们都讲过 但其实所有的 其他专业的世界排名 也基本都卡在这些学校里边了 所以我们在后面这部分 就不会专门去讲 哪一所学校 而是这些专业里面 它会在哪些学校里比较有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所呢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这些珠宝首饰专业来讲 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些学校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美国和英国 它偏多一些 那中国的话 应该是清华美院 会有这个专业设计 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清华美院的前身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中央公益美术学院 那后来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们都有一个风 就是说 应该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吧 开始出现大学的 综合院校的合并的问题 很多综合院校 像清华北大 原来是没有美术系的 所以它为了充实这一部分 它会选择 很不错的学校去合并 形成一个美术学院 那么清华大学当时呢 就是跟中央公益学院 合并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那像中央公益 中央美院 中国美院 在杭州啦 中央美院 中国美院 西安美院 鲁迅美院 这些学校呢 他们没有参加任何合并 因为本身 他们个人的专业性都很强嘛 所以他不希望 合并以后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还是独立性的 一个美术学院 那今天我们说到这里边 这几个呢 就都是相对来说 珠宝设计 比较强项的一些美术院 然后我们看一下 珠宝设计 整个的作品风格 会是什么样子 珠宝设计的作品风格 我们来说 主要是针对 这种首饰的绘画 那么现在给你看到的 就是很突出 就是首饰类的 一个绘画方式 包括制作出来以后的 拍照啊 从开始的创意想法 草图到后边的 精确的一些绘画方式 然后效果图的绘画方式 最后就是 佩戴以后的效果 这是一个全套的 一个一件作品的设计 整个流程 所以他的画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基本会处在一个 首饰类的 或者配饰类的 所以他要求我们的 基础的基本功 不像其他专业那么强烈了 他会专注以化 这部分 有点像工业设计的学生 我们经常为他们训练的 都是一些物品 产品之类的 甚至汽车 甚至家具 这些都有可能 但首饰类的 就是这方面 完全不同了 那么制作工艺上 因为他制作工艺 根据材料不同 手段太多 那么作为我们自己的 艺术机构 不可能说 涵盖所有专业 这个一般会在大学里学到 那我们基本 我们的作品级创作来讲 会集中在 小学生的idea上 而不是创作工艺上 创作工艺 你可以去研究 比如说 像我们中国传统的 创作工艺 点缀啊什么的 这个可能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看了一个电视剧以后 就很火 这个点缀工艺 但它的传统点缀工艺 确实很复杂 也寂静失传的程度 那么这些颜色 这些设计想法 和这些传统内容 可以融到你的 创作作品里 但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用 真正的点缀工艺去做 不一定要去买个钻石 去做一个钻石戒指 这个是完全两回事 我这边给你们设的 只是一个 作品的一个解构形式 大概会有哪些东西在里面 那你像现在 我给大家看到的几大块 就是上面这个呢 是左上角 这个是突出性的 不同材料 进行的一个 现代的手势设计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下边这个呢 是属于 珠宝手势绘画的能力 下边和右侧 这个是必须有的 当然这个要比画人物 难度低很多了 主要是质感的 这些画法 所以这些呢 老师都会去讲解 如何去绘制 还不至于说 我要完全做出来 这个程度 这个是我们 能够看到的这一部分 然后接着呢 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吧 曹碧菲艺术家 这边我倒是想说一下 这个艺术家 这个艺术家呢 他原来是北京 服装学院毕业的 好像是 后来呢 又读了研究生 在中央美院吧 还是哪里 我有点不记不得了 他做的手势设计呢 相对比较特殊 他就用到的材料 各种工艺 就不太相同 不是我们看到的 传统的珠宝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左边这两个绿色呢 他其实是借鉴了 中国传统的 金铝一一的做法 把他运用到了 手势设计里面 所以他把这个小玉片呢 用过这些其他的 给他按照那个方式 给他做起来 所以他这一系列的 名字叫平 因为在他的留学 后来他有出去留学 在他留学过程中啊 肯定他遇到了 很多的事情和生活 因为毕竟大家都 经历过留学时代 我是印象中 确实也很不容易 但也很开心啊 学到东西很多 但一定会有个人平静 包括人一生都会这样 会有个人平静的时候 所以他就把这个为主题 做了一系列的手势设计 这个手势设计不见得说 我一定会去佩戴 但一定会有适合他的人 所以这个就属于 非常非常小众了 非常非常个人特点了 但同时 他的这种创意和想法 也会被很多收藏家 和很多的艺术机构 会去关注 自然而然也会 通过他的这种想法 让他去开发 适合其他品牌的一些手势 所以这是一个理念 由于在我们作品创作过程中 作品集里 更强调的是含义和想法 这座工艺 我们可以用很多手法去实现 当然更高端的 需要你在大学 和研究生的过程中去研习 而不是说我们 现阶段要完成的任务 所以他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系列的风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会跟我们传统的珠宝 有很大的区别了 当然我在读书的时候呢 有尝试过做陶瓷类的手势设计 我在这里边没有去展示出来 陶瓷类的手势设计 也是非常有意思 可以说材料上 并不是昂贵的材料 但是从陶瓷来讲 陶瓷本身的烧制过程 有千万种 我们可以 可以做出很多种效果 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所以在用陶瓷类的手势 它是单独的一个项目 包括有些学生学陶瓷设计的时候 进陶瓷专专业了 陶瓷专专业 比如说金德珍 陶瓷医学院 他在毕业设计过程中 会让你选题 很多学生会选择 手势 装饰品 这一类的 他就是另一个门类了 所以 每一项 他都有非常细的专攻 这个是美术类 在将来发展过程中 会越来越 道路会越窄的一个原因 他一定要有一个个人 非常专的这么一项 有个人特点的一项 手势也是一样 好 那么继续看下面这个 这个是一位日本设计师 他现在是三寨一生的设计师 同时又是其他的设计师的 一个配饰设计师 就是说三寨一生 他有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内容 各方面都有 这一位设计师 他专门负责他的配饰设计 也是他首饰专专业出来 他是英国轮艺出来的 我记得是 那从他的首饰 他有独创的一个设计手法 设计出了这么一系列的 他的产作品 从左边两个和右边一个 它是完全两个系列 右边这一侧 他主要借助了 一个是他自己首饰的材料 并不是贵金属 然后就是通过光影 投射出来的一个艺术作品 所以他就借用了两点 那等于像我们说 作品集经常谈的一个就是跨界 所以你的作品如果很单一纯 比如说我就是屏细画 我就是素描画 我就是一个3D模型 没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是在限制学生的一个思维方式 任何一个作品 在现在来讲 它会有综合性的表现方式 包括灯光艺术和光明 所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但这个如何去做 要看老师去如何去引导 是否给他看了当代的很多 很不错的 要主要是开阔学生的眼界 所以他看的东西少 他只能局限在 他知道这几项材料里 而艺术院校更关注的是 孩子的对艺术的关注点 够不够宽 有没有一个 我所可塑造的一个空间 如果太狭窄了 他们就会觉得不太合适 跟这些其他关注馆点 比较宽的孩子量相比 它就是很大的弱项 但这一点如何解决非常容易 只要你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 他一定会关注更多更有意思的东西 孩子有的时候比你想的 还要去想看一些新鲜的 很有意思的艺术作品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几个 就是这么一个圆 整个情况 他手势配饰的想法和爱点 完全打破了常规的一些东西 那他如何表现着自己思想呢 他敢于大胆地去想象 所以右侧这个我们可以简单地看 影子上面的玫瑰花 都非常详细 他能打出这个效果 跟他前面材料的密疏密程度 都是有关系的 这是一种 那继续往下看下一种 这是他的一系列的作品了 我不知道把那几个放上来没有 还有几个 没有放上来 还有几个就是说 他比如说做了一些衣服领子的设计 这个领子的设计 也是像刚才一样 需要光线打下来 那么从领子透过的光线 打到身上的 是一个可能是一双眼睛 可能是一个一只猫 这都有可能 这就是跟他上面这个右侧 这个很像 这个右侧 他是打在墙上的一个光影反射 其他的呢 他的设计想法马上发展到了 光影直接打在这个人的身体上 或者服装上 变成服装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材料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 这是跨界的一种组合 所以有的时候 工业设计的学生 可能会找服装 手饰设计的学生去帮忙 会有这种情况 两个专业像不同的两个人 他们会有一些想法 会有碰撞 工业设计产品 同时又需要手饰的一些idea 他们会有这种 那么这个手饰设计专业的学生 也可以拿条作品去教 就是说我在工业设计中的一个反馈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要看你去 如何去想这个设计概念和理念 像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的一系列的配饰设计里面 就涉及到了这个很多很多 OK 继续往下呢 这是我们服装类的 那么作品集的内容呢 基本上会集中体现在 就是说材料上的综合运用 我们可能不限制它 甚至有些孩子会用一些木头 去做一些作品 甚至玻璃 有机玻璃塑料 甚至是纸张 这些都会有 重要的是 我们要体现它的一个想法和idea 就可以了 这个是珠宝首饰设计类的内容 大家在这部分不知道 是不是有一些 感觉有些很大的不同 跟你们看到的首饰设计 有一些差别 那么接下来呢 因为这几个专业啊 我讲完了会发现 其实它们中间 有很多连通的地方 陶逸设计里也有首饰 玻璃制品的设计里面 也有首饰类的东西 那么材料艺术就更宽泛 玻璃陶逸这些 它都算材料艺术 所以大家可以连接来去 把它换作一大类去看 这个陶逸设计呢 其实中国文化是最传统的 历史上陶瓷是中国的发源 对吧 中国开始出现了这个 但是现在的现代陶瓷 我说的是传统部分 起源于这里 那么现代陶瓷 又有很大的不同 你要说陶逸的渊源 从头到尾讲要很久很多了 包括它如何传播出来 如何走到亚洲 其他国家走到欧洲 这是一个很大的流程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淡淡的讲一讲 陶逸专业方向 它是如何的 陶逸大概上来讲 有做两大类的选择 一个是陶逸的造型 还有一个就是陶逸上面的 陶瓷绘画 这是两大方向 那么造型部分里面 也有分很多种 传统的手工拉坯那种 大家都知道 一说这个都能想到 人鬼情味料那个电影 那还有就是说 纯手工编 纯手工制作的 还有以雕塑的方式 把它雕出来以后 中间挖空楼空的方式 还有我们用石膏 做模型来打造一些作品的 所有的都有很多方法 但这是在做陶逸制作过程中 他们会碰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做作品 去申请陶逸专业 它并不要求你一定要会陶逸 你可以用手工做出来就可以了 要求并不高 它主要是要看你要做什么idea 那么就看学生 关注这方面的设计有多少 才可能说 它的设计里面有多丰富 所以绘画类的 它也可以是纯制作 接着就是陶逸中业 陶逸中业其实 我觉得没有珠宝和首饰和其他专业好 但是它也还不错 大部分陶逸呢 都会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这工作室的发展呢 我觉得在中国 韩国 日本 还是挺发达的 这边确实不多 这边确实不多 但是其实我们在 就是比如说像很多 我们世界陶逸博览会 它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那叫世界陶逸博览会 它会轮着世界比较著名的一些国家 从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英国 这些它都会做 轮着来做 选择这个国家地铁 那么 当代艺术里 其实 世界上陶瓷的艺术 加拿大的还算真不错 有很多出名的陶逸艺术家 加拿大和美国都有 但都属于当代艺术了 那韩国 日本和中国呢 偏传统一些 但是现在的中国陶瓷 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一会儿看一下 陶逸到底是做哪一类作品 先当代来讲 因为传统呢 确实不是很容易去学习 但是我们可以 比如说 景德镇 陶瓷游学院 清华美院 中国美院 都有陶逸专业 他们对传统都有很多的讲解 所以还OK 来拿一样东西 那现在来讲了 陶逸 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 作为他以后的工作前景 基本上 个人工作室偏多一些 而且现在我觉得文化 也确实是普遍 我们的生活里 所以他会做到 很多陶逸工作室的 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紧接着往下 我们可以看 在这里 陶逸设计里面 涉及到的美术学院 几大美术学院里 我在这里 基本设立出来了 OK 一个是中国来讲 清华美院 景德镇 陶瓷 中央美院 鲁区美院 这些都有 还有包括中国美院 都有陶逸设计专业 然后呢 再往下是美国的艺术学院 比如说佛罗伦萨 国立 不是美国 是其他国家 包括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日本的多摩东京 韩国的首尔大学 这里边我没有写上去 包括韩国的产业大学 和韩国的宏义大学 这些都是陶逸专业 比较火的一个学校 再往下呢 就是美国的 罗德岛 芝加哥 这种长提到的 一所学校 在加拿大来讲呢 一般是 OKAT和Sheridan 这两所学校 是有专门的 陶逸专业来设置的 所以大家可以 做这个去做参考 陶逸设计的一些院校 那么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说的 当代陶逸的一些创作 这个作家是张晶晶 是景德镇陶 自由学院的一位教授 很年轻 但他的作品呢 其实变化蛮大的 也是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 他是一个陶瓷博览会的时候 我们最后认识 也是现在的朋友 他画 他做的东西就很有不同 虽然他是景德镇陶逸出身 而且也在那里工作 他的导师是秦熙林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中国工艺艺术家 所以他的作品和传统 打破了很多 也有他个人的想法 包括他如何展示 与什么样的材料 放在一起去做展示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是说我光做出来就OK了 从一个作品设计到展出到出售 他是全过程来讲 他都要考虑到 那好 那么继续往下 这是另外的艺术家 做的一些陶瓷的一些设计产品 设计作品 你会发现 并和和我想的并不是一样的 是吧 他有很多个人独特的风格 包括左撤这个 虽然也是陶瓷绘画 但他没有把它画成一个 像我们常看到的上面的花卉 因为那些都是有一些计法和能力 当然你计法很熟练 或者很好以后绘画的也很漂亮 这个是很现实的 但同时他也有其他的方式 方法去表现 像左边这个陶瓷绘画 它就很像一个 在一个平面上绘制的一个作品一样 但其实呢 它是个3D作品 然后整体感觉又像是素描 又像是色粉 所以它会打破你传统的一些绘制方式 来体现他个人的风格 这是另外一个陶瓷绘术 那下面这两种 像最下角这个陶瓷 是用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绘制方式 但是它的形态表现就不太相同了 那像它这种制作方式 像左我们看到这两个 基本都是成型的一种手工方式 只有最下面这个 它应该用的是石膏成型的 它会石膏去做这个模子 把这个壶做出来 然后呢 石膏本身做完以后 它会用泥浆灌住里面 形成这个造型 然后等它干了以后 把石膏撤掉 那底下这个底盘 它完全可以在一个平面上 把泥浆倒下来 自然流淌的效果以后 等它干了以后 就要拿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技术 用泥各方面它都有讲究 我们一般的你是做不到这么薄的 这种下面的这种效果 它是有特殊成分在里面的 像我们当时研究做的时候 经常会往里放很多纸浆 各种人的手段是不同的 比例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它做这种超薄的 这种陶瓷作品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陶瓷为什么形成一个这么独特的专业 它却是从技巧技法上 设立的很多 除了我们传统的制作方式以外 当代现代的这些方式 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创作想法理念也有很大不同 那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陶艺陶瓷设计 希望呢 就是说 有这种想法的学生 可以考虑这个陶艺专业 是一个很不错的 当初我在考大学的时候 就想过要考雕塑 但是又觉得雕塑 可能不适合自己 就想一个小雕塑 小雕塑就是陶艺了 结果陶艺当时没有专门的戏 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后来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才考虑了学这个陶瓷艺术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专业 也很有前景 OK 那么继续往下看的话呢 是我们的玻璃艺术 玻璃艺术其实大家一想 一定会很漂亮很华丽 但它制作过程是蛮辛苦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那个湖边 Downtown的湖边有一个艺术中心嘛 它里边有各种的艺术体验 包括套子 包括玻璃 你可以在那里体验一下 如何制作一个玻璃器皿 还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玻璃艺术这里边呢 我们就不会说太多 从颜色生产 这个比较专业性的东西来讲 我们可以留到你去学的时候 再去考虑 但它如果是说 作为一个艺术的话 它的前景来讲 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专业嘛 但是它的专业前景也还蛮不错的 毕竟研究这方面的人并不多 所以它会形成一套 自己个人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常看到玻璃艺术 也就是我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 这些所学校 从左面的美国院校 到右面的英国院校 到下面这部分是其他国家 我放到一起了 日本 欧洲 瑞典 韩国这些 都放到一起了 那么加拿大那是share的 所以你似乎是不是看到 所有专业里都有罗德导 这个学校 罗德导 芝加哥 纽约视觉 Prat 这是我们常看到的 就是说它排名很高 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确实综合各方面的能力 普遍都比较强 所以它会靠前 会会在比较受关注 也就是说它整个学校的艺术氛围 应该是非常好 各个专业都不弱 各个专业有各自倾向 而且有一点大家要知道 很多的欧美院校 普遍性的大学一年级上来以后 是不分专业上课的 大一是全部共同上的 一个基础课程 包括电脑设计类的 基础课程 包括绘画类的基础课程 就是纯艺类的 手绘的能力 这些是统一的 等它大一结束了 会给它一次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也就是说 我可能我按照插画上来的 但我会选择平面设计专业到最后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选择的院校 考上的院校比较综合 比较强的话 你是不是选择空间比较大 可能你插画性的罗德岛 最后你可能选择的是 逃逸出来去学的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尽量 考试为什么都说 一定要去罗德岛 一定要去纽约视角 一定要去什么轮椅啊什么 它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平均水平都比较高 我毕业的科学余地比较宽 比较大 那自然然 它周围的这些 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啊 整个的艺术市场 一定很宽 因为老师基本都是 当今的设计师 艺术家 会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它自然然 它的整个的艺术市场的关系 会比较强 可能对于它 对你毕业以后 你的就业 你的方向 会有更大的益处 这个就是 罗德岛 为什么一直在前面的原因 那我们加拿大 就永远都看到的 就是 OK 和Shared OK 这是玻璃艺术 那我们先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能够 觉得还不错的一些 玻璃的一些制品 当然又更漂亮 但并不适合我们去考学 去运用 去参考 像现在右侧 这个属于综合性的玻璃艺术 因为我们说的是 装置艺术 或者是陈设 或者是Display 这都可以 它并不是一层玻璃 来体现这一个作品 它可能会 很多层 很多变化 很多想法 集中在一件作品里去体现 当然这是一个玻璃艺术 作品完成品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形式 去体现这种玻璃艺术 所以像我们有学生 考玻璃艺术学生 我们经常会用一些 薄的有机塑料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材料 来体现个人的设计想法 这是完全行得通的 它并不是说 我考玻璃 我就要会做玻璃艺术 不是这样 我就要会吹一个瓶子 并不是这个样子 它一定是各方面 去考的就可以了 像左边这几个 就相对来说 我们看的比较普遍的一种 像这几个也是 我们一些玻璃艺术设计 这些都可以实现 主要就是你自己 个人的想法 这几个就比较特殊 尤其是下边的这个 下边这个呢 它属于装置艺术 那么装置艺术 它采用的是 玻璃和陶瓷 结合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会 丰富一些 那么整体的形式和变化 又有些不同 它又会体现出 它个人的设计想法 所以在这一套作品里 是我们这一类作品 可能是我们学生 学习的主要方向 也希望你们看到这些 会有一些启发 我不知道听讲座的 有些是学生 有些是家长 希望你们能够多关注 更多更好的当代艺术 包括我自己 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当然我们老师们 每一个人 每个人强项 会给大家展示 很多现代当今艺术 因为每天都有变化 每一时期都有变化 包括现在疫情期间 说实话 今天我们听课的人 稍微少一点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该看 这个 One Word Together At Home Concert吧 应该是 就是Lady Gaga策划的 这个音乐会 应该是全世界 艺术家共同来 做的一个公益的 音乐会 所以建议大家 晚上八点钟可以看 还有一期 晚上八点下午两点 我估计这个时候 很多人应该看这个去了 其实我也挺想看的 等我把它讲完 我们可以看回放回去 那像这个里边呢 它就会看到 作品的丰富性 表现方式的丰富性 不侷限在一种手段 不侷限在一种材料 所以我可以 玻璃制品专业 我去申请 但我不一定 一定要做出玻璃的东西来 但是它这种想法和理念 你要去做研究 去考虑 你才会考上 这个玻璃艺术作品 OK 现在浏览过来 就是我们刚才 讲到了一个 玻璃的这一块了 希望大家能够 有兴趣这方面的 不要抗拒 去选择这个专业 OK 最后一项呢 就是我们说的材料 材料艺术太宽泛了 所以呢 不太 不太好整理 所以我只能说 代表性的 把大家印象中 比较清晰的材料艺术 做些什么 我给它放上来了 所以它这里包括珠宝 纺织品 陶瓷 只要跟材料相关的 我们都可以说是材料艺术 那 纺织品类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挂毯 这些设计 这最常见的 对吧 那服装类的穿戴 配饰 不见得就是一个 珠宝首饰 也可能是 你比如说 Chanel的那些 比较代表性的 这个白色的小花啊 什么的 它都是涉及到 配饰材料 这部分人去研究的东西 它同时也代表了 一个品牌的一个形象 对吧 所以很多东西都要看 你用在什么地方 才给它一个 什么样的定位 那刚才我给你们 现在给你们 瘦的这个图就是一个 软的毛线的织品 与这种金属的一个搭配 这种软硬的结合 和情感的这种表现 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个感觉还是蛮特殊 所以会觉得 它还是一个 我们想看到的一个作品 那再会往下 材料作品呢 可大可小 小到一个响链 一个珠宝 一个首饰 大到一个空间的整个的设计 它都算到一个材料设计里的 那个内容 那你像我们右侧 这个纸质的 这种表现方式 其实在我们平面设计的学生里 会经常用平面和插画 他们在做头评级的时候 常常会用到这个 但同时这种手段 也可以用到材料设计 或者是首饰设计里边 都可以用到这一部分内容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简单一点 服装设计的学生会用不用 我的学生他就用了 就是说用这种形式 他给一个服装设计 除了服装做出来了 那么这个服装的品牌 服装的用的包装纸 包装袋和他们衣服上 我们经常挂的那个小标签 甚至名片一系列 全都做出来了 那这一部分完全可以 用这种手段去表现了 所以服装设计不要局限 现在只是服装上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我只要绘画会做就可以了 周边的细节 更能够体现你对这个专业的理解 然后像我们这一些 现在看到的这个属于材料部分里 它就有一个交集了 它就会一个 我们说的是常常就说这个 材料到底是什么专业材料 它确实很综合性 像我旁边这一部分 它就用毛线最下边这一个 那毛线表现了一个艺术作品的感觉 它挂在墙上 这个面积还是蛮大的 所以今年我们学生倒也有做类似的 只不过它做的比较小 就是我们中国圆形扇面 比扇面要大两圈吧 这样的一幅作品 用的这种各种毛线 去表现这种材质的一种关系 这个都是可以去用的 相对于下边这个就很像 然后左侧上面的 完全也是一种材料的一种运用设计 来体现这种各种鞋的设计想法 一个艺术作品表现 其实现在这一种 我们学生很多人在玩 比如说用铁丝威各种小人 铁丝威的各种小艺术品 这个我觉得有些家人应该见过 他也用同样的一种方式 做他这一系列的东西 都是一些鞋子的创迷 那么右上角呢 他除了有这种线的这种编织 同时又参考了 晕染染织部分的 如何把颜料和颜色附着在上面 会出现他想要的那个效果 他想要的那个设计想法 所以他这个除了 这个线类的这种编织以外 还涉及到颜色的使用 和颜色的上染这部分 那往下面这看呢 完全就是各种各样材质的毛线 对整个画面的这么一个创作 所以他有他从颜色上的设计 到材料上的使用 那同样都是毛线 我如果只是毛线头展现出来的效果 和一些圈出来 甚至是编织起来 在中间穿上的效果 它都是这一个研究课题的内容 所以材料专业范围很宽 也有很多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服装设计系的学生 如果你申请加拿大的服装设计 它会有局限性 我们学校很少 所以我们会把服装 材料和首饰三大专业 放到一起去申请 这样的话呢 加拿大可选预理就宽了很多了 当然你的作品里面 要体现出这些方面的内容 不能说我全是服装 去申请一个珠宝首饰设计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申请过程中 给大家的一个tips 就是考虑考虑 如何把一个作品 在相应的领域里 能够综合去运用作品 可能会对大家路子会弄得宽一点点 好吧 然后呢 继续往下 我们可以看 OK 上面为主呢 都是我相对来讲 今天主要想说的这么几个专业了 相对比较集中 都是一些小众专业 从首饰 陶瓷 玻璃 材料 希望给大家一点拓宽 不要局限在我就只能选插画 我就只能选平面设计 我就只能选 好像没什么工业设计 其实很多学生都聚集在那里 而你自己真的不一定最喜欢的一个东西 所以可以考虑这几个小众的一个专业 我还是蛮喜欢的 所以大学的时候没有机会 我大学没有机会学陶瓶设计 研究生的时候我改了一个 附加专业叫陶瓶设计 还是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 从绘画角度上来讲 所以虽然现在我不做陶瓶 但那一段过程 给我的作品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和很多影响 这些是都有关系的 所以建议大家去尝试 然后继续往下最后一个 艺术策展 艺术策展 为什么在这里讲呢 因为它呢 单独一个大戏也并不是说很大 但是它呢 是很多学生家长会问我 我们又想上哈佛 又想学习确实很好 孩子 那我们如何又想去兼顾艺术来学 孩子又特别喜欢艺术 但其实很多综合类的大学 就是他们说的什么 长青藤类的大学 并不见得它艺术系会非常非常强 我们看到了前面排名里并没有谁 对吧 但是艺术策展 却可以实现这些愿望 比如说 哈佛 OO 林斯顿斯坦福 这些耶路都可以 然后像我们学生 很多人会选 宾尼大 哥伦比亚纽约分校和多大 多大呢 很多人会说 它的绘画艺术 因为多大只有一个纯艺 是Fine Arts 它没有其他专业 然后呢 就说怎么样 我说纯艺专业呢 我们学生不报都会拿到offer 因为这个确实经历过 确实没有报多大 但是人家会给他发过来纯艺专业的offer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后来确认是没错的 但是也没有去 多大的纯艺专业并不理想 并不是很好哈 所以我们一般选择 不会选择多大 但是艺术策展 确实多大里边 比较好的一个专业 它不叫艺术策展 在多大里面 我们一般学的是艺术史 就是艺术策展这个专业呢 不是所有学校都有的 很少 但是我想做这个专业的方法 却每个学校都有 就是说你只要是美术史毕业的 或者是纯艺专业毕业的 都可以在研究生的时候 读艺术策展 或者是大学毕业了 去做艺术策展人 这个艺术策展呢 首先它文笔要非常好 很会说很会写 然后它对史论各方面 又非常精通 同时又对当代艺术 各种艺术家又非常了解 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眼光 然后它才能够相对来说 能够适应这个艺术策展人的 这个位置 你想我印象中 我们自己本科 因为本科是中国画出来的 所以我们国画系呢 大部分现在都是画家 或者说是教授 基本是这样工作 其中就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师姐 比我大两届 大三届 她现在就是艺术策展人 不只是她 还有一个学妹 也是在英国学的 艺术策展人 就是本科都是绘画专业出身 但是她做艺术策展人 是比较适合的 同时也有艺术史 我们朋友 她现在是拍卖行 就是说整个艺术策展 它的就业范围 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会公立的 比如说美术馆 博物馆 做一些保管 陈列艺术品研究 这些是可以的 也可以说 做一些常设的 这种策展人 就是说 我这个美术馆 也会有定期展览 比如说安生美术馆 它也会有定期的 就不同的展览 去展出 比如说我们现在 马上就要到 七月份的 毕加索艺术展 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现在的情况 但是七月份原计划 是有毕加索艺术展 蓝色时期的艺术展 那之前也有什么 其他艺术家 定期的这个展览 对吧 那么这个就属于 策展人的工作了 那接着就是 我们说的独立策展人 他的身份就和 美术馆 博物馆不太相同了 他是可以是自己个人 对自己是一个经纪人 自己是独立的 完全没有任何雇佣关系 也可以是在一些 有盈利的这种画廊 做一些经纪人 那他如果是 这个身份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画廊 我做一个策展人 和经纪人 他就必须要 对这个画廊的价值提升 是有一定作用的 你比如说我 可能会帮画廊 收集一些作品 那这些作品 有没有他的增值空间 他不可能买一个 当下非常非常 已经很有名的 很昂贵的画 那属于收藏 那如果我说 我会帮画廊 有一些前期的 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收集上来 过了几年以后 经过各方面 这个艺术家的发展 包括艺术界 这种舆论的一些评论 他的画会升值的 就成了他一个 美术馆的馆藏 那么这个美术馆 这个画廊 就会有它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们说 独立经济策展人 比较不错的一个 就一方向就是 跟这些立画廊 或者说是个人独立 或者一些组织 很多组织 很多商业的 都会去聘用一个 艺术策展人 艺术经纪人 他会帮助这个企业 去做一些艺术收藏品 对吧 这都是常见的 那自然而然 他的薪水也相对比较高 这个策展人的薪水 可能是在 所有艺术界这些里面 相对偏高的一个职位 一般年薪最少都要十多万 我印象中 当然他也很辛苦 所以你要有独立 而且犀利的眼光 比较适合这个专业 那这个专业出身 大部分是美术史专业 和纯艺术专业 出来的人 做策展人比较多 当然不排斥这些设计类的 因为很多人他对 虽然他是搞设计 但他对这种艺术的 敏锐度是非常高的 也是OK的 只不过是我 我选择设计 但不代表 我只能做设计 OK 所以这个就是 策展人的这一个专业方向 其实大家可以考虑 如果我真的文化科 也很不错 很善于写作 很善于做评论 很善于做一些 艺术的这种挖掘 那你就可以考虑 我是不是适合 做一个策展人 所以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关注一些 你喜欢的艺术家 真的是知道 策划一套展览的 一种感觉 像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策划过 那是第几届 世界陶瓷艺术展 当然这世界陶瓷 它是世界各地的人 都会来嘛 所以我会说中国语 我就只负责 中国部分的艺术家 这一部分的艺术家 其实策划起来 也蛮辛苦的 你要跟这些艺术家 有每一个人都要联系 对吧 联系完了以后 根据他们的情况 收集他们的作品 然后把他们的作品 确认以后 照片全部确认 包括作品名称 全部确认 拿过来以后 要做书籍的出版 这种作品籍的出版 那还要有他们的评论 每一个艺术家的情况 什么一个情况 这些评论你都要写出来 OK 这是初期的 紧接着他们的作品 就会运到你的展厅 如何运输 如何保管 这些当然会有专门的人去做 但你整个要统筹 这是侧者人 各个系部的一个要求 那么全过来以后 这些艺术家也会需要你去负责 他们到场以后的各种各种要求 哪一些人会做现场的一些学术演讲 哪一些活动你需要去 比如说笔会 中国画也会常有这种笔会 对吧 那还有哪些学术性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陶瓷艺术 经常会连续一周的活动 那他们会有两天到三天 会在这个工作室里面进行 这些艺术家会同时跟当地的艺术家 甚至被邀请了 共同去各在这一个空间里 完成大量的作品 那么这些作品呢 一部分因为毕竟邀请来的作家 他们都是免费 我们要提供所有的吃素 会有这种情况 他的相反代价就是 会留一件作品给我们 那这些作品就可以作为拍卖 或者是馆藏 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活动 是非常非常多 其中最重要的前期的评论 可能是最能够提升 策展人这个水平的一部分 你的语言 你的知识能力情况 你的各种眼光会比较好 当然这是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大型的国际展 会涉及到这么多 每个人会有每个人负责的 一个地方 总的一个策展人 他会平衡所有的这些 下边的工作的人 那么一个小的 那就从你的这个展览的利益开始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需要哪一类的艺术家来参加 还是说个人展 小团队的小的集体展 还是说女性艺术作品展 它都会有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你的设立 是否有真正的想法 然后呢 这就是整个各种策展的一个 比较关注点比较多的地方 那同时 除了策展以外 拍卖行也会经常会从 美术史毕业的学生里面 会选拔出很多人 做拍卖行的工作 所以这个都是我在我周围 我几个朋友 他们会选择的行业了 策展人也有 拍卖行里面也有 那正常的一些 艺术史论家什么 这些都会有 比如说大家可能有机会呢 可以听这个 顺便又给我们同学做宣传 但不用宣传 它已经非常非常火了 我特别爱听 喜马拉雅里边有它的课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哈 张法忠讲的中国美术史 张法忠讲的世界美术史 其实它本身是有画专业出身的 也就是说 它现在也是史论家 同时也会做一些策展 这个就是 这个专业方向的宽泛程度 大家可以去考虑 大家可以有时间 可以听听讲 张法忠讲 中国美术史 和张法忠讲 世界美术史 它的西方美术史 它已经讲完了 全部封了 可以从头到尾的 全部听完 中国美术史呢 也是刚刚结束 所以可以考虑 它讲的还蛮有意思 而且很多人很喜欢 所以可以 借给大家去参考 那么整个来讲 就是我们 现在能够看到的 这几个专业方向 是我今天主要讲的 几个题目 希望大家能够 这次讲座呢 就希望能够 给大家 透花一些眼光 不要集中在 这么几个专业 觉得没什么可选择 我现在列出来的 我在前几页里 看到的 光这些专业方向 就有 我查了一下 我在那里边 就放了43个 不是44个专业了 最开始 我讲的这几部分 所以从这里边 我相信一定有 最最适合你的 而不是只是 动画 平面 工业设计 对吧 然后呢 希望给大家一些 启发吧 下周呢 我们会讲建筑 这样的话呢 就基本上 我们会把主要的 大戏基本就讲完了 这样可以 希望今年申请的学生呢 通过听到我说的 能够 会有更多的选择 不要总是觉得 我能选的太少了 很多见到学生 家长的第一句就是 我不知道选什么呢 但其实从现在 时间点来讲 现在已经是 四月中旬 快四月末 四月中后期了 如果你是今年 要考美院的学生 你要抓紧了 作品级 好像时间真的很少 很少 美国的话 11月份就戒指申 虽然我们现在 是疫情期 各国家情况不同 但是升学 我们没有任何说 不升了 或者不怎么样 对吧 而且作为其他 欧美的一些国家 包括加拿大 它也只是递交 作品级 并不涉及到面试啊 什么 这些都会正常进行的 所以这个就希望 大家抓紧时间 不是在继续观望的时候 不管什么 申请是第一位的 等申请完了以后 去与不去 我们拿到offer再说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建议大家的 是否应该考虑 今年要考学的孩子 不是你现在在等官 是否应该去 我愿意听悟大 我去电子里的 也会安全议 我们下女儿下